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于天日前在民进党中职会上为女儿与小平参选议员一事,当着总统蔡英文的面拍桌怒呛,引起不小讨论,民进党立委段一康金在脸书按批于天,喊一喊没有职位,这当选市党部主委,爱一爱家庭入不敷出,就有节目可以主持,不满为何要纵容这一家人。 段一康在脸书贴出,于小平去年4月受访曾指出,恋爱是自由的,但台湾现在让同性婚姻合法还太早,会有冲突混乱,遭网友反问那赌博呢?的新闻,并批评混乱与冲突,哪个社会进步,不经过混乱与冲突,如果怕混乱,怕冲突,就不要推年金改革,就不要追国民党党产,就不要转型正义。 更三,如果怕混乱与冲突,靠他爹的干脆就回到戒严时代呀。 段一康不满的说,喊一喊没有职位,这当选市党部主委,爱一爱家庭入不敷出,就有节目可以主持,受邀列席中常会,话比中常委还要多,我们为什么要纵容这一家字?明天又是中常会了。